大家早晨好 睡醒了 九点半了 起床了 哎呀 放车里边 弄得有点乱 穿衣服 快速洗漱了一下 先去吃早餐 然后回来在收拾房车里边 换上鞋 出门之前再把房车里的垃圾 都拿下去清理一下 昨天晚上我把疫情防控政策都了解清楚了 我如果说是去江苏那边的话 现在政策是7天集中隔离 然后再加7天的居家隔离 还要做7次核酸检测 那我要是回家的话 甘肃那边是只要你行程码是绿的 然后不带信号 就可以自由出入 但是呢也得居家隔离 至少一个星期吧 所以说去江苏那边也不行 回家呢也不是最优的选择 因为女儿还在上学啊 学校要求家长不外出的 那么到其他省区 一般外来的都是需要居家隔离 做核酸的 所以说只能在湖北玩了 今天就重新找个驻车地吧 在周围玩一玩 等等再看吧 开始收摊了 还有没有 有 今天我吃个干的吧 没有干的了 没有干的了 那就吃个汤了吧 他说今天尝试一下你那个干面 鸡蛋油啊 鸡蛋油 今天早饭点卡的是刚刚好啊 最后一碗面 而且是小碗 感觉有点没吃饱 又带了两个卤鸡蛋 一会儿饿了吃 现在就叠被子收拾房车里边 第二天不乘 꼭收拾房车里边 这还可以做 你知道'RE HTML 跟算一下 条文字幕里边 黄格兔环武asm 看起来 dollar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我是准备去一个叫做小帆村影视基地的地方 听说这个地方比较好玩 有好的露营地 就是这个道路非常的崎岖 乡间小道 往这坡有点陡 怎么感觉好像是 我走 好像从这下去 过水啊 一条小河 哇 这个路啊 往前走就到汉江边上 小帆村影视基地还要再往汉江的下游走 这个地方是网友打的一个窝点 哎 哇 有好多玩户外的在这 在这过来露营啊 下去看看 这边也有玩的 湘洋玩户外的很多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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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把房车当了一回越野车 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驻车地还可以 现在人有点多 我先去那个小帆村影视基地了 晚上可以考虑过来在这儿驻车 我先去哪里 嗯 大家看看 终于 你 以达智能反航点,飞行70秒后自动反航。 飞行70秒后自动反航点,飞行70秒后自动反航点,飞行70秒后自动反航点。